东方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二节 财务比率分析 那我们这一节呢 主要的考点啊 有七个方面 应该说我们这一节属于比较重要的一节 前五个考点都是算具体的财务比率 那么第六和第七 实际上是涉及到有关 综合的财务分析体系的问题 我们在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啊 就是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比如说考你比较分析法 那么在选择这个比较内容的时候 可能考试比较多的是考财务比率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一节里面就会给大家介绍 各种有关财务比率 我们这一节涉及的财务比率指标特别的多 你要是去具体去数的话 可能五多个比率 那么这么多比率我们怎么来记啊 那我们要注意一下 有好多比率呢 它的计算是有规律的 我们按照规律记 但也有一些比率呢 可能指标名称不能给我们提示 我们在单独记 而且它考试啊 特别喜欢考你那个需要单独记忆的 因为按照规律来记 你一看名称就知道了 对吧 所以我们从这个记忆来说呢 如果我们能把大部分指标 按照规律来记 需要单独记忆的数额的 就会少一点了 那我们现在看 总共来说呢 我们这个财务比率啊 有好多都是属于什么呢 第一类属于母子率 什么叫母子率呢 就是说它的构成叫什么什么率 然后通常前面啊 给我提示的是分母 后面这块提示的分子 所以指标名称就能够 你一看啊 比如说我们后面会 会学很多指标 我这里举了一个这个指标 叫资产负债率 那你一看这个指标 资产负债率 先提的那个东西是分母 是吧 资产是分母 负债是分子 是吧 母子率 就是先是分母 后是分子 所以我就知道了 那就是用负债除以资产 对吧 这类指标很多 比如我们随便再说 我说资产净利率 那就是净利除以资产 对吧 还有说 比如说营业净利率 净利除以营业收入 所以好多指标都不用记了 一看名称我就知道了 对吧 前面提示我的是分母 后面提示是分子 然后第二类呢 就是说 有好多指标 它提示的我们是什么呢 就什么什么比率 就是还有一类指标 它说什么什么比率 特别是我们的短期常在能力指标 短期常在能力指标 它都是用这个什么什么比率 这种构成 那么这种指标呢 它通常前面提示的我是一个分子 搞分子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后面要讲这个现金比率 那么分子呢 就是现金类的资产 是吧 现金流量比率 那我的分子是基因活动的流量 进额 是吧 就是谈的有关 这个指标啊 有好多都是属于这种构成的 然后我要想给大家提到啊 就是说我们顺便提一下 就是说谈到现金流量 因为我们后面有好多和现金流量有关系的 比如说现金流量比率 是吧 还有我们还有这个就是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 你要记住 如果这个指标 它一提到现金流量 那我们在财务管理里面谈到现金流量 都指的是什么呢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那么大家可以稍微回忆一下 我们会计上所学的现金流量表 我们的现金流量表呢 它有三大块 一个是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进额 还有一块是投资活动现金流量进额 然后第三块是投资活动流量进额 然后最后总的有一个现金的进流量 是吧 那么我们在财务比率这一块 如果这个指标要用到现金流的时候呢 大家就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要用经营活动流量进额 就是它有的时候 如果考试故意给你一些干扰项 是吧 我们现在来看 它如果考试给了我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进额 然后还有呢 也给了我们投资活动 现金流量进额 然后呢 也给了我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进额 然后也给了总的现金进流量 那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能用总的现金进流量 当然更不能用投资啊 或者投资啊 我们要以经营活动流量 来作为计算基础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进额 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什么呢 就是靠自己企业的经营活动 可以说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正常的生产经营 创造的现金流 所以它可以体现了一种什么呀 靠企业自身 内源的创造 现金流的能力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投资活动和投资活动量 那么投资活动的流量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我们如果看这个报表 包括我们书上那个例题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进额啊 经常是负的 为什么它经常是负的呢 因为我们的观点是认为啊 对一个 我们认为对一个健康的 正在成长的 这个公司 是吧 我们对于健康正在成长的公司 我们是希望它的 现金活动流量进额为正 是吧 如果为正 代表了我们的经营活动的流物 超过的流出 是吧 我们可以带来了剩余的 这个净流物量 对不对 有一个内源创造现金流 但是大家看 对于健康的 正在成长的公司呢 它的投资活动流量进额呢 我们一般来说是什么呢 是负 我们喜欢它为负 为什么喜欢它是负呢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会计上的 现金流量表 你想我们投资活动 带来的现金流入 主要是哪些是属于 投资活动的流入呢 比如说 我们这个收回投资 是吧 那么我们还有 比如说 出售资产 然后我们处置资产 带来的一些现金的流入 那么 我们的流出是什么呢 比如说构建 这个 我的固定资产 或者一些无形资产投资 等等 我们这些流出 其实想跟大家谈什么呢 就是你想我们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出 比如说我购买设备 是吧 购买无形资产 那么它会引起我的现金流出 对不对 但是你想你这个流出的目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买设备 为什么要买这些专利 买这无形资产 我们这个投资 它的目的是为了带来将来更多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入 对吧 你买生产所需要的设备啊 我们去买一些专利啊等等 那是为了带来经营活动的流入的 但是呢 我们在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这一块 就是会计报表里面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的那个流入呢 它只有这个比如收回投资啊 然后我们这个 比如处置资产等等这些 那么你想如果一个健康成长的公司 它有好多好的项目需要投 所以它投资活动流出会很多 对不对 由于它是在健康的成长 所以它流出会很多 流入可能少一点 那么反过来 如果一个企业投资活动的流量为正 是什么意思呢 开始撤退了是不是 我开始收回投资 我开始卖房子卖地 这块的流入很多 但是我不去投资了 我也不去买设备 不去买专利等等 我的流出啥 我流入多 所以实际上呢 投资活动的流量进额如果为正的话 反而给人一种感觉衰败了 再撤退 对不对 赶紧收回投资啊 这个赶紧卖房卖地啊 等等这些 所以我们反而对于健康的 正在成长的公司啊 投资活动流量为负 那这个负的活动流量 它表明是什么呢 就是说明你 投资的 这个所需要 这个 筹集的资金 对吧 就是如果为负 就表明我们投资 需要 这个筹措的这个资金 就是你投资需要补充这么多资金 才能保证我们这个投资所需要 是吧 那我们先来看 投资活动流量啊 我们说它是正负相间的 没准了啊 有的时候为正或为负 它配合着企业的这个 你的投资啊 或者资本结构调整的需要 就比如我们这样举个例子 假设我告诉你啊 我们这个公司目前呢 我们就是考虑到 配合国家这个降杠杆这种政策 所以我们开始呢 就是偿还了大笔负债 那大家想 如果我偿还了大笔的负债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的筹资活动流出会比较多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我们就是筹资活动流量 进额就为负了 那么我们再看啊 假设这个企业投资 所需要筹集的资金 我们需要筹集很多资金 所以呢 为了配合投资需要 我们怎么样 就发了股票了 或者说借了债了 那我就会为正 所以是不是说正就好 负就不好呢 那就没准了 对吧 那么可能很多的情况下 我们是为正的 因为它是要配合投资 所以这块呢 可以说它是反映的是一个外源 企业靠外源 获取 现金流的能力 对吧 所以想给大家一个提示 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如果想考虑 用这个现金流 去还债 或者说去偿付利息 那其实你应该用什么呀 应该用企业自身的 靠我内源创造 现金流 去对债务 看看对它的保障怎么样 对利息的偿付怎么样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 我们财务管理里面 大家记住 如果这个财务指标 需要用到现金流量的时候 然后我们一定要用什么呢 用经营活动 流量净额 对吧 你不能去用它总的 现金流量 也不能用投资 投资 所以这话虽然书上没有讲 但是我们想 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了 那你就明白了 我们遇到 比如说 有现金流量 这样的情况下 那我们一定用的是 经营活动流量净额 对吧 我们再来看 我们谈到财务比率指标 那通常就会有分子分母 那么如果遇到指标的分子分母 取之不同的报表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经常会谈到 我们财务报表分析 用的最主要的报表 包括我们教材 给大家举的例子 也是给的三张报表 包括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对吧 当然大家可能在跨节年后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但是我们用的可能比较多 就是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流量表 那我们知道资产负债表 它的报表是一个十点指标 那么我们以年报为例 它是反映12月31号 这一天的资产负债权益的状态 对吧 那就是我今天 比如说我们货币资金 我的银行存款 比如说一千万 那我可能明天呢 我拿出一百万去买材料的 那我的货币资金 明天可能变成九百万 可能后天呢 有一笔这个营收款到账了 我又钱又增加了 所以它的资产 它是一个十点指标 每一天都有可能会变 对吧 所以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反映成那一天的那个状态 但大家看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它实际上是一个十七指标 是一个反映的是流量的这个数 还是以年报为例 比如说这一年的收入 这一年的成本费用 和这一年的利润 对不对 不是说那一天 不是说我们2021年 这个利润都是在12月31号那一天产生的 它这一年是吧 陆续的有收入 陆续的成本费用发生 所以它是一个十七指标 包括现金流也是 我们都是十七数 所以如果遇到一个财务比例指标 比如说我想要你算总资产净利率 那大家看我们刚才讲过母子率的命名规律 前面是分母后面是分子 总资产净利率 那就是什么呀 那就表明我的分子用什么净利润 对吗 就是后面的是分子 母子率嘛 总资产用的是在分母上 对不对 这是总资产净利率 就一看名称我就知道怎么算 然后我们就发现啊 这个指标的分子是十七指标 是取值利润表的 这个分母的总资产是取值资产负债表 是十点指标 那这样一来指标 分子分母口径不一致了 那么怎么办呢 那我们教材呢 就介绍了三种处理方法 也就是说如果分子分母口径不一致 那我们对于取值资产负债表这个数啊 你就要取平均数 那这个平均数怎么来选呢 我们教材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呢就是利用 年初年末的平均数 也就是假设我们以年报为例 对吧 那就是RMG的 年初再加年末 这是一种处理方式 对吧 那么还有呢 我们再来看简化的啊 我们先说简单的 使用七末数 就直接用年末数了 那就很简单了 对吧 我们书上的立体都是用年末数 但它实际上它是为了简化 它底下有一个备注 告诉你说 这种处理方法 它实际上 我们说有它的这个得是粗略之处 实际上我们如果遇到分子分母取之不同的报道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取平均啊 那么这个平均呢 一个是年初年末的平均数 是吧 还有呢 大家看 对于季节性经营的企业 我们最好使用多个十点的平均数 是吧 也就是说对于 这个什么时候用 多个十点呢 就对于季节性经营的企业 比如说我随便说啊 假设呢 我是生产这个 这个电暖器的一个厂家 那大家可以想 年初年末 如果你要按照这个年初年末的平均数 或者按照年末这个简化做法 它用的都是你的旺季 对吧 我们旺季的这个 总的资产规模会大一点 所以呢 你就相当于就是 你的分母就选的会比较大了 是吧 那我们如果是对于季节性经营企业 那怎么办呢 理论上讲 利用多个十点的平均数 比如说按季平均啊 或者按月平均啊 看它考试的要求了 我们以前曾经 考过啊 就是说 让你用去选 按月平均 那它怎么算呢 我们以前出过题 就比如说按月平均的话 如果是按月平均 那我就是把 相当于把这是 每个月月末的数 一月末 二月末 加起来 一直加到 十二月末 就把每个月末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淡季 旺季 它的这十点的 淡季的是少点 旺季的高一点 但是有高有低 给它加总起来 加起来 除以十二 那就按月平均 那按季平均呢 那就按照我们做快 这个以往出题的思路 那它就说把每个季末 是吧 我们第一季末 第二季末 是吧 然后第三季末 第四季末 反正就是把各个季 的这个季末的那个十点数 加起来 你平均一下 这样去平均 是吧 这也是一种处理方法 那这三个方法 到底用哪个 是吧 我们 在 就是客观题里面 那你就要注意 它实际上是让你去做选择 对于 季节性经营的企业 我们最好使用 多个十点的平均数 但是我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 分子分母取自不同的报表 你像我们前面讲了 比如说 我们假设让你算总资产负债率 我们也提到过这样一个母子率的命名规律 如果是总资产负债率呢 你的负债比上资产 分子分母都是十点指标 那就不用去平均了 那就用你十点就完了 我们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遇到 它的分子分母取自两个不同的报表 一个17指标数 一个十点指标数 那么取自十点那个报表那数 要取平均 对吧 所以这个是首先要注意一下 那么他如果考试告诉你说 这个企业是一个季节性经营企业 那实际上就等于提示你 就选择他给了多个选项 那你要选择那个多个十点的平均数 那个计算方法才行 对不对 这是说客观题 但在主观题的考试 主观题让你计算了 对不对 主观题的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题目的要求 就是这个指标到底该怎么算 一定要按照题目的要求来计算 那如果要是有的时候考试啊 我们有的时候他出题人 他也是不是那么严谨的 对吧 他就没有给要求 那么没有给要求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按平均数损 就怎么准确怎么来呗 另外还要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 对吧 比如说他没有给你要求 但是我呢 给的资产负代表是年初年末数全有 是吧 本年利润表我也给你了 我让你算 很显然他就想要你用 RM这个年初加年末嘛 但如果我们考试的时候 我只给了你年末的资产负代表 还有本年的这个利润表 那你想按照数据的可获得性 我只有年末数啊 那我又年末呗 对不对 所以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 他的就是说原理是什么 应该怎么算 但是呢还要灵活 要按照数据的可获得性 是吧 你不能说他没给我年初数 那我就不算了 那你不算的分就没了 是不是 所以就是要灵活一点 这是我们说对于指标计算的 大家一个通用的一个规律 就是如果分子分母取自不同的报表 一般情况下 取自资产负代表的数 要取平均数 是吧 主观题考核 可能大部分都是二分之一的年初加年末 这样一种处理方法了 那么客观题的话 就是特别要注意 它提醒你季节性经营企业 我们实际上要用多个实践的平均数的 对吧 那么主观题 它如果要是说就简化了 你用期末 那你就很期末 就是一定要按题目的要求来 但是还要注意有两个特殊的指标 这两个特殊指标 经常也在客观题里面会考到我们 就是 你看现金流量比率 现金流量负债比 我刚才给大家强调了 如果遇到这个指标 用到现金流量的时候 我们这个流量一定是什么呢 经营活动流量进额 而且你看它都是比率指标 对不对 所以前面 代表的是什么呀 分子啊 对吧 它都是分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指标 它的分子都是经营活动流量进额 对吧 然后分母呢 现金流量比率 我们是指的是和流动负债比 这个我后面会给大家同意讲 我们就先用一下这指标 新金流量和负债比它只是处以负债总额 这两个指标比较特殊 就是按理来说分子是经营活动流量 是17指标 对吗 我们的分母的负债呢 是10点指标 但是呢 对于这两个指标啊 我们用呢 一般应该用七末数 不用平均数 这个原因是什么 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看啊 就假设啊 我这个企业 这个年初 我的负债啊 我们就以新金流量比率为例啊 比如说我的流动负债 是零 到年末呢 我欠了别人一个亿的流动负债 那么大家想 如果你要是按照平均数 也就是现金流量比率 分子是经营活动流量的金额 对吧 分母的负债 其实你看我们资产负债表 它这个10点指标 这个一个亿就代表 在这个10点 我都是欠别人一个亿的债务吧 对吧 但是你如果平均 你二分之一 零年初加年末 就好像成了 你只需要还0.5亿了 这是不是就不合理了呀 对吧 因为你需要偿还 就是到期末 我还欠别人多少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呢 应该用期末 不用平均数 是吧 这个是在客观体里面 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在介绍这个财务比率计算的时候 我们教材都是以ABC公司为例 所以他就给出了我们三张报表 包括资产负债表 然后还有这个利润表 另外还有我们新领利润表都给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财务报表分析 我们在前面讲他目的是什么 就像书上这么简单的一个例子 他就是给的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有限的 是吧 数还不是很大 就这你都是看的一片的数据 对吧 你如果直接看这个报表 就觉得这是太太断了 一大堆数 是想说明什么呢 所以我们做财务报表分析 就是要把财务报表数据转化成对我们特定决策 有用的信息 是不是 好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报表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怎么样利用这个报表 进行我们具体的啊 就是财务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 如果他要你做短期长债能力的这个分析 那我们就要考虑有哪些衡量短期长债能力的财务比率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来分析 既然你让我衡量是短期长债能力 所以我所针对的这个债务 是吧 就是你短期内可不可以还债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所针对的负债 他一定是针对什么呀 流动负债的偿还 对不对 我应该是针对流动负债的偿还的 因为他这个都学过会计 我们会计上把负债分为流动和非流动 流动负债是在一年内到期的需要偿还的 那既然你让我衡量短期长债能力 那我就是看我能不能短期内 对这个流动负债可不可以偿还 是不是 我们对于短期长债能力比例呢 我们教材在这块 实际上谈了有很多指标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指标呢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绝对数的指标 营运资本 这个营运资本 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也介绍过这个概念 是吧 营运资本管理是短期财务决策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营运资本是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 这是营运资本这个指标 这是绝对数的指标 对吧 我们从这个指标来看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企业 我们一年内到期的流动负债 我们随便说 假设我们是一百万 然后我的这个流动负债呢 流动负债我是欠别人一百万 但是我的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是一年内到期需要偿还的 流动资产 那么我们指的是一年或者一个营业周期内 可以周转或者变现的这个资产 那我们假流动资产 我告诉你啊 我有两百万 那我说没问题 我的流动资产如果需要还债了 我把这个流动资产给它变现啊什么的 我足以还债还能够剩余剩一半 是不是 这叫营运资本 就是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偿还 这是绝对数指标 另外呢 相对数指标啊 短期常债能力的财务比率的这个相对数指标 都是属于分值比率指标 我们在前面讲分值比率有一个特点 是吧 它都是什么什么比率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这个分值指标名称会给你提示 就这个东西就是 就代表了分值了 但是分母是什么呢 因为你是针对流动负债的偿还 所以短期常债能力的比率呢 分母全都是流动负债 但是分值是什么 指标名称 就提示我了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具体来说我们书上谈了有主要有四个啊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比率 现金流量比率 那大家看一下 这些指标我们讲掉了啊 讲的都是分值比率 分母 因为你是衡量短期财能力 分母都是流动负债 这个没问题 对不对 分值是什么呢 指标名称就提示了 流动比率的分值 流动资产 速动比率 分值是速动资产 现金比率 它的分值是货币资金 现金流量比例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只要提现金流量 就是金银活动流量进额 对吧 所以它的指标的名称 就会提示我 它的分值是什么 其实这些指标里面 稍微 可能让我们觉得有点陌生的 就是这个速动资产 对吧 你像流动资产 大家学过会计都知道 货币资金也知道吧 金银活动流量进额应该也知道 那么什么叫速动资产 这个在会计上没有学这个指标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所谓这个速动资产 它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财务管理里面啊 我们是把流动资产 给它进一步分为 速动和非速动两块 就是把流动资产 又进一步给它 做一下区分 所谓速动资产 顾名思义就是能够迅速 变现的 能够迅速的动起来的 就是迅速变现的资产 我们常见的速动资产呢 主要就是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还有各种的 应收款项 这都是属于速动资产 那么非速动资产呢 我们包括 你像存货 预付账款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还有其他流动资产 那我们来看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很 很久很久以前 那这几年没怎么考了 他就曾经问你啊 为什么要把存货 作为非速动资产 问你原因是什么 对吧 然后给了一些选项 其实大家看 我们既然说非速动 就说明它的什么呀 它的变现速度慢 对吧 不是能够迅速变化 变现速度慢 所以它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先看存货 变现速度比较慢 是吧 因为你想我们 比如说大家 从实物上来看 企业的流动资产 最常见的 就是三大类 是吧 或者数额占的比较大 就是三大类 一个是货币资金 一个是应收款项 还有一个就是存货 你想货币资金 是立刻用来支付 它的流动性最好了 对吧 然后应收款项呢 就差一个收账了 就收回来就是现金了 那我们的存货 比如说你像我们制造企业 制造企业的话 它比如材料 购买的材料 材料是它的存货 对不对 那你这个材料啊 你得把它先加工 加工成我的产生品 然后呢 这个加工好以后 这产生品呢 我把它给卖出去 如果卖不出去 那就是积压的存货了 如果我卖出去呢 假设你是收销的 你还得等着收钱 所以从存货 变现为现金 中间经过的环节会比较多 所以相比较 我们的这个货币资金啊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应收款项来说 存货的变现会慢 就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 这个有些企业 它这个存货呢 可能已经回损 报废了 但是我还没有处理 对吧 就是这个存货 其实它可能已经都 就是有些损坏 无法去出售 但是我在报表上 还是作为存货 这个项目的劣势 是不是 另外呢 就是什么呢 存货的估价 可能和它并现金额 相差甚远 对吧 特别是我这个存货 比如积压了好多年了 比如积压一年 那你 你原来的那个价格 和现在的价格 其实相差的比较大 所以我们其实 什么叫数动比率 就是我想 能够更加谨慎的 反映这个企业 偿还债务能力 所以我就把这个变现 速度比较慢 或者说 它的这个变现的这个质量 不稳定的 会有问题的这个存货 我就要给它 剔除 把它作为非速度剔除 然后大家再看 预付账款呢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 就是变现速度慢 你想为什么会产生 预付账款呀 因为我们要买存货呀 买存货的话 如果他这个 对方那个货 比如我要买材料 对方的货 很紧俏 所以我就先打预付款了 这个可能是最主要 产生预付款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你想你这个 还没到存货 连货都没到 你只把预付款打上去了 那它变现速度就更慢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和其他流动资产 也作为非速度呢 因为这两项啊 它的金额具有偶然性 是吧 也就是说可能今年是这样 明年就没准是什么样的了 它并不代表我们正常的 它不是代表正常明显能力 所以我们把它也作为 非速度资产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他要是给的项目 特别的多的情况下 我们在算这个速度资产的时候 其实两个方法 一个是所谓直接法 就直接去挑选 是吧 我们的货币资金啊 交易金融资产啊 各种应收款项之间 把它挑出来 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采取排除法 就是如果项目特别多 我们就用我们的流动资产 扣除存货 扣除预付赚款 扣除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还有扣除其他流动资产 这样来算我们的什么呀 就是速度资产 对吧 所以这是有关 这个指标计算 其实我们可能 你像其他的都没问题 是吧 流动资产呀 货币资金啊 或者是 基因活动流量金额都好说 就是什么叫速度资产 这块大家要注意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几个指标 你看我们谈的有流动比率 速度比率 另外还有现金比率 当然还有现金流量比率 但是呢 我们现在都看就是以 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算的 这三个比率 因为我们流动比率 它的分子是流动资产 数额最大 对不对 然后呢 速度比率的分子是速度资产 因为速度资产 要把这个流动资产里面的 非速度给剔除了 所以它呢 就会稍微小一点了 而现金比率呢 它的分子只是针对 现金类资产 是吧 我们就还说的是货币资金 我们就以书为准吧 可能不同的书 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但是我们筑块这本书 它写的是货币资金 我们就以书为准 那就是货币资金 这样来考虑 所以他们有这样一个 相应的一种关系 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现金流量比率 因为这个指标 是和我们刚才的那前三个 相对比率有点不同 就是它的分子和分母 是取自不同的报表 并不是取自同一个报表 那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了 因为你需要还的债务 是期末的负债 所以呢 我们还是用分母 还是用十点指标 是吧 用期末的这个负债 另外呢 就是现金流量 我们指的是经营活动的 现金流量金额 这个前面都提到过了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以往的考题 他问你现金流量比例 他说是反映短期 常在能力的一个财务指标 在计算年度的 现金流量比例是通常使用负债的 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年末余额 对吧 因为你需要偿还的债务 是年末的负债 他如果故意告你说 这个企业是一个 季节性经营的企业 那我们应该使用什么 使用多个十点呢 还是年初年末平均 还是年末 还是怎么样 那么大家要记住 我们实际上应该什么呀 是使用年末的 就这个指标 它比较特殊一点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指标的分析 我们已经会计算指标了 其实很好记了 对吧 绝对数的指标 营运资本 这个可能要单独记忆一下 而且营运资本这个指标 我们后面还有专门一张来介绍营运资本 所以这个概念要记住是流动资产 减流动负债 这是我们的营运资本 对吧 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绝对数指标 营运资本的分析 其实我们可以画一个图啊 你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左边是资产 那我们在这个会计上呢 是把资产区分为流动和非流动两类 然后呢 右边这个负债呢 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另外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权益 是吧 因为资产等于负债加权益 那么营运资本 我们指的是流动资产 用它来还债 所以有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 我们看还剩余多少 对吧 剩余的数额多 说明我们 我们的流动资产足以还债 还剩余比较多的一些流动资产 是吗 那我们再看啊 其实营运资本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从它的来源来考虑 你看 我们营运资本是流动资产 减流动负债 可以说是这一块 那我们其实是不是也可以用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 第一章里面给大家介绍过啊 就是说 我们把非流动负债和所有的权益啊 给它起个名字 叫长期资本 就是你可以长期利用的一个资金来源 对吧 因为非流动负债 说明它这个 我们还债的这期限是 要超过一年的 是不是 你可以长期利用的一个资金来源 所有的权益没有到期日 也是可以长期利用的 所以我们把非流动负债和所有的权益 给它称为是长期资本 那如果让你算营运资本的从这个图上你可以看到 营运资本也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长期资本减去非流动资产 对不对啊 是不是 你看长期资本超过非流动资产的差额 就是我们的营运资本 是不是 那像我们这个图画的 就是说我的长期资本是超过了非流动资产 因为所谓的非流动资产是需要长期占用资金的资产 是吧 大家要注意我们财务管理啊是管资金的 我们经常把我们的这个资产 给它理解为是什么呢 是资金占用 而把负债和所有的权益 给它理解为是什么呢 资金来源 是吧 因为你是要管资金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营运资本 它是可以用什么呢 用你的长期的资金来源 我们首先要满足长期资金占用的 这个非流动资产 对不对 然后呢 看看还有多少剩余去满足你的流动资产的 这个情况 所以像这道例题 营运资本为证数 说明这个企业长期资金来源是比较冲突的 满足了非流动资产以后 还有剩余可以满足你的 就是流动资产所需要的这个资金来源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第二种方法 就是用长期资本减去长期资产 对吧 大家看这道题给的是一个 营运资本为证数这样一个图 但如果有的企业 我们可能有些企业营运资本为负数 那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 营运资本为负数 意味着流动资产少 流动负债多 对不对 那么其实从资金来源来看的话 就是它的长期的资金来源比较少 它的长期来源啊 只满足一部分的 非流动资产所需要的资金 然后呢 我们的非流动资产 还有一部分是靠什么呀 那就靠短期资金来源了 所以如果营运资本为负数 意味着这个企业啊 长期的资金占用 是靠短期来源来满足的 那就不稳健了 对吧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企业需要长期占用这个资金 但是呢 这个资金来源说呢 你只能用啊 这个半年你就得还 那我们这个财务状况就不稳健了 所以对于营运资本 是吧 我们刚才谈了有两种算法 是吧 一个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 那我们分析的时候经常用这个啊 就用长期资本超过长期资产 这个长期资本就是非流动资产 就是看长期资本是不是超过长期资产 营运资本的数额越大 那么说明你的长期资金来源多 财务状况稳定 是吧 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 营运资本是一个绝对数指标 它不便于呢 就是我们不同的历史时期 就是同一家企业 但是不同时期 你如果你的这个规模不一样 你就不可比了 还有不同的企业也是不可比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实务中 如果让你衡量这个 短期常债能力呢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相对数的比率指标 是吧 很少 就是实务中很少直接使用营运资本 作为这个常债能力的指标 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绝对数指标 不便于不同时期 不同企业对比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大家就能理解 比如说我们来看啊 A公司 2020年A公司的流动资产是1000 流动负债是500 所以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 是我们的营运资本 对吧 营运资本我们说就是等于 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吗 这样一看 A公司2020年是500 2021年呢 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是600 所以你如果从营运资本的绝对数来说 2021年和上年相比是增加了100 但如果你要是比较它的这个相对比率 也就是如果我想要你算一下流动比率 那你看 如果算流动比率 我们知道这是分子比率 就是流动资产除流动负债 对不对 就不是减了 是用1除以2了 那你像我们2020年是2 而2021年呢 是1.6 所以就是说你的绝对数指标和相对数指标 它的这个比较结论就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啊 我们是用相对比率 对吧 因为你这个你想2021年的规模变了 那么特别明显你看我们还举着一个B公司 你看这个B公司啊 它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它的流动资产是1万 1万万元 流动负债9300万元 然后这个营运资本就是700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如果你要想算相对数的比例呢 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是用比就是1除以0.93 相当于是这一次对不对 那很显然你这个就得于说是不可比啊 你说营运资本你看你还有点提高 但是从商业指标它实际上是下降的呀 所以通过这个例题我们就想让大家注意一个结论 是吧 也就是说营运资本的绝对数指标 它是有一个局限性的 不便于不同时期 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的对比 我们下面来看一个以往一道考题 他问你下列关于营运资本的做法中 正确的是A呢说 营运资本越多的企业流动比率越大 大家看对吗 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 是不是不一定啊 因为营运资本是绝对数指标 绝对数多不一定相对比率高啊 所以这个我们说不对 是不是啊 你像我们刚才谈B公司和A公司 B公司营运资本是多 但它的流动比率是低的 我们再看B 如果营运资本越多 长期资本用于流动资产金额越大 这个实际上就是考我们刚才谈的 营运资本另外一个公式 营运资本是等于什么呢 长期资本减长期资产 从我们的图中你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企业营运资本越大 是说明企业的长期资本 可用于流动资产数额是不是多呀 对吧 因为它是超过非流动资产的差额嘛 对吧 我们从来源来看它的公式 就是长期资本减去长期资产 对吧 所以这个应该怎么样 这个是对的 对吧 表明长期资本可用流动资产金额是比较大的 就它满足了非流动资产以后 那个剩余的差额 就是要满足你的流动资产需要的资金来源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他说营运资本增加 说明企业短 其他能力提高 我们说不对 是吧 因为我们是绝对数指标 不便于不同时期的对比 然后他说营运资本多的企业 传业当地强 这也是不对的 所以这样只有B是正确的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相对比率的这个分析 首先我们看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除流动负债 这是流动比率 对吧 那我们利用流动比率分析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个呢 要注意分析的标准 你看我们前面谈到就是营运资本 我们是认为呢 就是因为它是绝对数指标 所以不便于不同规模 不同这个时期的这个企业对比 那我们对于流动比率是一个相对数指标 那我在对比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一个可比性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考虑这个分析的标准的时候啊 不同行业其实我们是不可比的 对吧 所以流动比率究竟是2好 还是1.5好 还是多少好 你要看它处于什么行业 我们教材有一个结论 说营业周期短的行业这个标准 可以设得低一点 是吧 我们这个财务比率指标 有一个特点 就比如说我随便先 我们先简单的问答应个问题啊 就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营业净利率 你说营业净利率 就是你的收入的获利能力 如果这个企业它是10% 我问你好还是不好 那这个没法说好还是不好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对比的一个标准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 你比如说认为是百分之 假设我们认为行业的对手 人家是15% 我10% 所以我认为和它比 我就不行 那这个是可以的 对不对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考虑这个标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可比性 就设立的标准啊 一定要考虑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 不同行业是不可比的 营业周期短的行业 它的标准要低一点 那么什么叫营业周期 其实营业周期 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企业从你取得存货 到把这个存货最终 卖掉收回现金所需要的时间 其实就是存货的周转天数 加上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什么叫周转 就是说从你产生到离开 比如说我们说什么叫存货周转天数呢 就是说从你这个存货进到企业 到把这个存货卖出 那就说明存货完成了一个周转 对不对 那什么叫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呢 假设我们这个存货卖的是 采用这个收销的方式 所以就产生应收账款 对不对 到你应收账款收回来 叫做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 也给它称为是收账期 应收账款的收账期 就是相当于应收账款产生 到你应收账款收回来 对吧 就是周转天数 也称为是应收账款的平均收账期 就是收账天数 就这样 那我们有些行业 比如说像商业企业 商业企业它没有制造过程 对吧 它就是一个进货 然后把它出售 但是制造企业呢 它先把这个材料进来以后 它要有一个制造这个环节 把它变成我们的这个 加工成你的产生品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它的存货的周转天数 要比商业企业的存货周转天数 都用比例为二合适 但是现在我们都不这么提了 对吧 其实它就是说 这个可能还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思维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观点 就是不同行业 它实际上是不可比的 是吧 营业周期短的行业 这个比例可以定的低一点 营业周期高的行业呢 它不用比较定的高一点 就这个意思 然后第二点呢 大家看 如果说呢 我们是同行业的两家企业 那就是我们是具有可比性的 对不对 那我们是 假设我告诉你 A和B都是同行业的企业 然后呢 A企业和B企业的流动比率 假设我告诉你啊 都是二 那我能不能说流动比率一样 这两家企业短期的 常债能力就一样好呢 我们说不一定 你还要考虑什么呢 它的存货和应收账款的周转效率 它的流动资产的变现质量 是要想这么说 那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这个A企业啊 我们看了看它的这个名气账 去查它的存货的周转的这个情况 这个A企业它存货的周转 这个存货我们发现啊 它都是积压了一两年的 而B企业呢 它的存货都比较紧俏 它的都是最近这一两个月的 才新进的这个货物 都是比较紧俏的一些货物 然后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它应收账款的情况 那应收账款呢 A企业的应收账款的账领啊 比较长 都是别人也拖欠了都一两年了 而B企业的应收账款 帐龄很短 都是最近这一两个月的 那么假设这两家企业 他们的存货啊 应收账款的金额是一样的 但是呢 很明显 B企业的存货 应收账款的周转效率更高吧 都是最近这一两个月形成的 对吧 它的存货很紧俏 应收账款的帐龄的时间也很短 那你像A企业呢 都别人拖欠你一两年了 估计就是赖账了 不想还你了 是吧 你的存货积压一两年 还卖不出去 那估计就是积压的了 所以想说什么呢 就即使A两个比率一样 不一定 他们的藏在能力就一样好 对吧 所以对于这个流动比率 衡量短期藏债能力 是不是可信 就是想说什么 流动比率高 是不是短期债能力就一定强呢 不一定 还需要进一步看 它的存货和应收账款的变现质量 大家帮我看一道多选题 说公司当年的经营利润很多 但是不能偿还到期的负债 那大家看这句话说明什么呀 等于说提醒你 它的短期藏债能力差 对不对 它不能偿还到期的债务 是不是短债能力差呀 而为什么为了查清它的原因 应该检查的财务比率包括哪些 这是一个多选题 首先大家看营业净利率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这是反映它的这个 你看它就是反映利润和收购的比 但是你看这个企业利润很多 那你这个其实没有必要去查它 对吧 其实我们就说 短期藏债能力的指标 这底下一看 就有流动比率 这个是流动产债能力 所以我要看它 但是啊 我们刚才还讲了 流动比率高 不一定 它的常债能力 有一定就强 对吧 我还要进一步看 它的存货和应收账款的 变现质量好不好 所以为了查清原因 就要不仅看 短期财务比率本身的高低 还要看它的影响因素 就是这意思 对吗 所以我应该选BCD的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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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